你做完臉部的清潔保養之後 臉部的清潔保養之後 你就可以開始 插眼袋 插眼袋 那就是因為我剛剛塗什麼用鏡子照 所以我可能塗不久也不均勻 但是這邊它顏色會消失掉 那重點是現在眼睛眼袋就不見啊 對啊你看 你看它側邊看就知道 然後這邊有眼袋 你來展現這個好看 你看 你看這邊眼袋 然後眼袋是膨的嘛 這邊你看它已經拉平掉了 它整個是平的 對啊為什麼 因為我們臉上唯一沒有彈性的就是眼袋 皺紋這些都有彈性 所以你擦什麼都沒有用 它只能用填補的 它沒有辦法 你不是從下面用針打進去 就從上面用化妝品來代替用填補的 但是唯一有一個東西是 你沒有任何化妝品可以蓋得住就是眼袋 那你這個眼袋是什麼 它原來它的結晶狀 是它的一門學問 我現在把它插在眼袋的標籤 但是它裡面是這樣子 它都是一個扣一個 它我乾的時候是說 大家互相往外拉 所以它在打拉 拉平 所以變成說你突然會有一點緊緊的感覺 但是你不會感到不舒服 那你等它平了之後你就上妝 你還是可以上妝 上完妝之後它可以定妝之後 它可以支持大概10到12小時 但是不能碰到汗